可是中国不会有休息的民族 这个安心日太管用了 大家上网好 在这里我就想说说 我到以色列 对优太这个民族 对时间把握的一个感觉 我们知道说优太人 说以色列人如何如何成功 如何如何致富 如何聪明 如何如何诺勉奖获得者的比例很大 其中有一个 看来没有更多的说的 他们对时间观念是怎么把握的 他们对时间的把握 对如何去学习 如何去为达到目的 他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对待时间 或者来讲说吧 怎么对休息日来安排 这个是让我们体会的 这一年最大的体会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会休闲的民族 而这个民族呢 对休息它是非常非常敬畏的 是非常非常在乎的 是雷打不动的 是不能动摇的 那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第一次 就是我和陈文健去一个家里 是过安息日 这里先给你们提个概念 哎 怎么 我们犹太者民族都是非常自我的 封定圈的 生活社区的 是不和人来往的 怎么不认识 不认识人家介绍 你们当然就过安息日了 那我就告诉你第一个 这个安息日啊 是开放的 是个社区的一个交流 你不是这个信教的 你这样一种 你有一种 友好的态度 好奇的态度 你想去了解 想去学习 想去交流 犹太人 犹太人 犹太的家庭 是欢迎你来的 好 到那儿了 我们无意乱发现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呢 是个大律师 是个在伦敦干过多年组业的大律师 陈明健呢 他们安息男时半年啊 他有点小私人动机了 他要怎么在以色列投资 不继续学习 要投资的 投资要找当地的这个 律师务所 突然发现 呦 这个面前这个大律师 太管用了 情不自禁地 就从这个 身上掏得上名片 就递过去了 这时候我在旁边就是观察 递过去了 我就发现 这个大律师呢 就忧郁了一下 因为我知道 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 工作你接名片 什么 想让他忧郁了一下 但还是接不来了 接不来了 就是指明那种本能的 做准备就是你的名片 这个大律师就说了 名片 会给你的 但不是今天 安息日就是安息日 不谈工作就是不谈工作 是吧 那就是我令人错过机会 咱们年轻学生说 像东方人吗 不像 这准备不谈工作 那你错过了 太可惜了 好 再说 第二个例子 还有什么 您见 我们在一块 去一个家里 找安息日 这个是在郊区很远 这个地方不好找 应该说 约得吃饭呢 是七点半钟 但是对方要求我们 你们最好啊 你们五点四十五 就到了 我这大伴呢 我说七点半吃饭 七点钟就到就可以了 对不对 五点四十五呢 他就说了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好找 六点钟太阳下山 太阳一下山 就进入安息日 进入安息日 这个电话 我是不能接 你们如果五点四十五 到找不到 打电话给我 我还能接电话 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来告诉你们 怎么怎么怎么到这 所以你到六点钟 你都找不到 我们可以东西放 我们的文化差异 非常非常大 尤其从文化差异来讲 我们甚至 我们对一神教的 我们很多都不理解 说难道真的有一个 外在的力量在那里呢 我想是从一个文化上 就因为 他们以这样 外在的力量的名义 这样去做 他们心中成为敬畏 形成这样的一个节日 来形成他们这样遵守 几千年到今天 那刚才讲了 本身这个安息日 是严格遵守 第二个安息日 是什么呢 它是平等的 我们知道 三千年前行政的这个安息日 当时还是奴隶社会 奴隶主休息 奴隶也休息了 男人休息 女人也休息了 所以那天 是要吃饭了 但是不能做饭 因为做饭 就是工作 那工作的人 不是休息 这是平等的 对平等 对人平等 对牲口也是平等的 因为牲口也不工作 所以到现在 现在虽然 交通工具啊 牲口啊 这个马啊 早就改成了现在的交通工具 但是按照这个习惯上 在那天 是 上面 那个 餐馆 都是不开门的 公共交通设施 也是不开门的 但我也知道 我们这个 这个也与时俱进 犹太人 也有一部分 也 对 要求 这个 这个交通工具 可以例外 因为你不是马 但我这也在想说的是什么 咱们谈到学校 谈到学校 我们知道 学校搞教育呢 有一个学术假期 是七年一次 你们知道 学术假期是怎么来的呢 学术假期 就是让你老师教授 教长十年教学的 有一年给你的假期 不用教学 不用教学 不用在这上课 就是让你一天的 一年的休息 做你想做的事情 安息日 学术假期 学术假期是来源于 安息日 那我们都知道了 休息和创新 是什么关系 休息和休闲 是什么关系 休息和灵感 是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大学的 这个传统的 学术假期 来源于安息日 再来 会让你更想到 安息日 是慈善 人休息 生活休息 土地 也要休息 果树 也要休息 就像刚才讲了 学术假期 是七年一次 土地 也是七年 要安息年 休息一年 果圆 也要 七年 休息一年 但是 刚才讲了 和慈善 和公义 结合起来 安息日 就是奴隶 也可以休息 就是慈善了 我告诉你 刚才讲了 土地七年到七年 不能种了 果圆 我们知道 你收也好 不收也好 就照样展 你可能是 安息年那一年 是大年 丰收 但是 主人 农场主 是不能收的 不能收的 但是 有人可以收 穷人 就是 财富不够 平常的人 是可以免费的收的 这就是我来想说的 中国 这个民族 是一个非常 休闲的 民族 可是中国呢 我觉得 是个非常勤劳 勤奋 干活 脑袋很聪明的民族 但是一个 是不会有休息的民族 我这里 我这里 不展开讲了 我们要讲到创新 我们要讲到学习 如何要 学会休息 学会休闲 就更多的去 以色列 去 学习 去访问 我们 一个礼拜是不够的 一个月 也是不够的 三个月 是至少的 最少能来讲 一年 两年 三年 都是必须的 欢迎 年轻人 更多的去 西伯来大学 以色列 还有很多 大学 我们中国人 我们也想 对未来 全人类 走红线 犹太人 是非常非常值得 学习的 学习他们的休闲吧 谢谢各位